他昨天到了中國駐印度大使的門前 掛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布條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張圖 上面寫了 雙十國慶台灣生日快樂 祝台灣國慶節快樂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九 今天早上我在推特上看到一個好玩的事情 印度人民黨的秘書長巴加 他昨天到了中國駐印度大使的門前 掛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布條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張圖 上面寫了 雙十國慶台灣生日快樂 祝台灣國慶節快樂 我們之前也講過一樣的話題 為什麼上面寫的不是 Republic of China 不管你寫R.O.C 或是Republic of China 我可以跟你保證啦 絕大部分的外國人都會認為 這是中共國的 因為China已經被中共國代表帶領了 所以在這個護照大改版之前 這是第二次第三次改版 之前沒有這個台灣的字眼 就是Republic of China 出國的時候很多人都會覺得 你就是中共嘛 你就是中國啊 就連我們還有一部分的人也不太了解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或是台獨之間的關係 更不用說外國人了 除了掛這個布條之外啊 印度人民黨還訂製了國旗蛋糕 來氣死小粉哦 而我們總統昨天國慶也講到啊 站在保護保障台灣的民主自由 以及與中共國互不隸屬的前提之下 希望中共中央北京可以在對等 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下 展開和平對談 這種邏輯非常正常對吧 而且互不隸屬這也是事實啊 不然我們昨天怎麼還可以辦這種 你們視而不見的國慶 而今天中國國台辦 馬曉光也回應了 他說這一篇所謂的蔡英文講話 是民進黨在混淆視聽 試圖分裂大陸和台灣 同屬一個中國的方法 警覺展開反分裂鬥爭 並提到只有回到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雙方才能通話溝通 民進黨當局堅持兩國論立場 歪曲兩岸關係性質 渲染大陸威脅 啊不然你們之前軍演 你們自己也說那是在威脅啊 關鍵是什麼 然後還說民進黨推卸迫害兩岸關係 危害台海和平穩定的責任 都是民進黨的錯 今天流氓想要打我 所以流氓對我動手都是我的錯 你今天為什麼要出門 你今天不出門就不會被搶劫 你的家人要代替這個土匪被判刑 那個邏輯很妙 然後他還說什麼 民進黨當局堅持台獨分裂立場 勾連外部勢力謀獨挑釁 拜託你要認清一個事實 國民黨就是中華民國的創黨的那個始祖 他也是獨台 他也是獨啊 他想要中華民國 難不成你們想要被中華民國大一統 不可能啦 最後啊他又說啦 我們要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維護兩岸同胞根本利益 其實我覺得最核心的問題就是 中共老是在說大陸跟台灣同屬一個中國 是中國的內政 那請問你1949年創立的那一個新中國 你們是消滅的關係 而這個國家還沒被你消滅 現在在台風巾嘛 而你中共國的前身也不是中華民國啊 是1931年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而你的土地是掠奪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的 在前面這樣的事實邏輯之下 是中華民國的內戰士嗎 所謂的國共內戰是1945年到1949年開打的 對嗎 那請問1945年到1949年開打的 所屬的國家是什麼 中華民國嘛 啊台灣現在不也中華民國嘛 還沒有被你消滅嗎 你拳頭打是流氓 也稍微講點邏輯好不好 不然有讀書的人怎麼被你騙 啊算了啦 總之我也懶得在評論這些 老吊從彈的東西啦 中國所有工部門對台灣的發言都是這樣的模板 不管你說什麼他都是講這一套 誒假扒不會 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台獨勢力分裂中國當局 分裂台灣跟大陸人民關係 看似有回答但都是各說各話 接著帶大家來看一下 今天在微博上出現了一個搞笑的熱搜子 叫做豆沙了 其實講到這裡應該有聰明的網友就發現 這是諧音字啦 來這張是由四川共青團發表的 把大家豆沙了就不會有特色管理了 能不能永久關閉所有的公共場合 停止學校和企業運行 支持國家特色管理政策 我建議你們是這樣啦 學那個秦始皇一樣 蓋萬里長城 圍起來之後海上港都封鎖 國際線都炸了 國內線是可以飛的 中國就是人類的最後一根火苗 說到這裡 想吃雪衣都殺了 也不知道現在哪家還在做這個 把你們豆沙了就不會有林天天了 把你們豆沙了 很多網友都反諷 其實也不用把大家豆沙了 該死的可能是一個人 或者是一個組織 或者是一隻血脈 但永遠不會是所有人 這個詞啊博大今生啊 哪一個人 哪一個組織 哪一隻血脈 血是什麼顏色的 紅色的 那紅色是什麼組織 那中國網友講話是很妙啊 除了這個之外 最近我很多上海的朋友 都傳了很多上海人啊 又被拖去做特色管理的 這個圖片跟影片啊 今天又看到 中國首見最新的變種豬 阿強哥病毒 所以我認為啊 中共的特色管理還沒到頭 可能還有好幾年 帶大家來看一些暖心的事情啊 有些人站在那邊 就給他一個椅子 然後弄一個蚊帳給他蓋住 他們不是在練氣功 他們是被就地特色管理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個會想到什麼 但是我看到這張圖的時候 我第一印象就是想到 大清關犯了怎麼關的 來就是這麼關的 所以我說大清還是那個大清 是有原因的哦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來這個10月8號在上海發布的圖文 他說 近期少旅行 新疆內蒙古城重災區 滯留的旅客 可考慮留在新疆就業 滯留旅客80%為外地的人 根據需求 組織收集滯滯留旅客意願之後 就可以安排他們當電路工 和接工 廚師 木匠等方面 實現企業和物工人員的 雙向奔赴 好暖心哦 我今天去這邊旅遊 然後我要被強迫留在這邊做工 真的台灣人看著都想跟你統一啊 來這就是前幾天上海的酒吧 因為有發現羊的 然後15輛大巴就直接拉去做特色管理 那些人被拉進去之後還在偷著樂 真的覺得有時候 這些人到底要不要同情啊 帶大家來看一個奇葩的這個影片哦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上 那你從這邊上就行 從這邊上吧 天啊 還去就要拿去 這裡就給你啦 中國特色耶 這是什麼啦 上吧上吧 你那是裝什麼獅子啊 是老虎 你什麼啦 搞生化人哦 下面這個影片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啊 就是這種集裝箱式的板房 然後呢 大家下車的時候都不太願意進去 然後 大家都挺有情緒的 然後現在就是想說等他們 管事兒的來 協調一下 反正大家就是令私都不簽 也不去 所以那些統派的台灣人暖心一點 你們應該很支持這種政策對不對 台灣是沒有這種福利 台灣房子要自己買耶 而且很貴耶 在中國 你可以一人有一間小獨棟 小透天 暖心吧 對不對 然後我們看一下裡面的環境 你看 環境多好啊 有沒有看到這個環境 比我們台灣當志願役的環境還糟糕啊 想要統一的台灣人啊 趕快去中國 中國共產黨就會免費 配送你 這樣的一個獨棟 上海財經的大學生 跟綠碼被關方艙 這也能住人 你們這些領導上級怎麼不去住 還騙我們說條件很好 其實我們從大概2020年就開始 中國各地大城市有被爆出這種案情的時候啊 我們都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的隔離條件 大部分都很差 他們只會宣揚幾個代表性是好的 你運氣好在那邊 但你運氣不好 你就是住到那很爛很破的 還有人綠碼去隔離太賤了 還能一起隔離一起喝酒 看來隔離沒那麼可怕 舉報舉報舉報 所以我是覺得貴國非常的暖心啦 影片的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 中國的名言家劇 中國的國師之一 張維善 他是復旦大學的代表人物 他說啦 在中國 中國百姓的權利極大 官員如果不為民作主就會下台 好 這就是我今天對影片的總結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郭先生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下次見啦 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